医院外大门伸索 架且铁网 气氛不寻常 因为就在19号一名犯有三岸未遂 被法院认定罹患失觉失调症 判处三年徒刑 执行前十四五年监护的检性男子 趁着放风时借机逃跑 在病房里面很好的 相对肯定的 那这次是因为 工作人员一直没有注意 那他就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就从这个西岸区跑掉 检性男子陶医的画面曝光 健身器拍下 他出现在成功二路 往三十一号桥方向行走 随后就失去了消息 目前刑事局已经发布了通缉令 也公布检性男子的照片 借用警方全力追气中 有一名受监护处分人 至本市医院脱逃 本文局第一时间通报台北地方检察署 并发布通缉 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署 亦发布重要紧急查气专案 通报全国警察机关协助查气 警方呼吁该警性脱逃受监护处分人 疑似患有精神病史 且具有攻击性 黎燕史着白色上衣 黑色长裤 外穿长袖翻格纹衬衬 民众若有发现外貌相似 行其可离的男子 请立即拨打110通报警方 根据警方调查 检性男子的户籍是在新北领口区 还没有入院前 他的活动地区都在台北 蒙甲龙山寺一带 和基隆没有地缘关系 研判他应该已经离开基隆 请民众不用过度担心 不过因为他在发病时会有攻击性 若民众有发现他的身影 尽快和警方联络 记者 黄少民基隆报道